歡迎回到我們今天這個UWM的學長姐經驗台 我們今天歡迎到的是Joy 我們請她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Joy 然後我是今年的畢業生要回台灣了 耶 然後我來UWM讀的是那個英文系、英文書 然後就是英文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program的名字叫做 English and Cultural Theory 所以來這邊不只是讀英文 就是不只是文學 我們其實文化理論 比如說黑人的文化 Native American的文化 或者是 比如說你要走英國文學的話 那就是歐洲那邊的 那我是因為我專注於美國文學 所以我只能跟你們說 美國文學裡面有什麼分子這樣子 所以 對 就是文學還有文化理論是我的專攻 對 好那就歡迎收聽我們今天的podcast 今天又來到我們這個UWM的畢業生系列 好開心 大家非常的不捨 就是又有畢業生要回台灣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聊的是跟 今天的來賓是Joy 然後他是念英文系的研究所畢業 然後我們今天就跟Joy聊聊說他在這邊 大概有什麼會小心得這樣子 那你覺得就是當初啊 因為你在台灣 台灣念書然後後來是怎麼想說 要選美國這個國家 再來念一個學位 因為我一直都想要 當就是英文老師 然後我覺得來美國可以 更多機會練起我的英文 而且也算是比較 不管是聽說讀學還是 或者是跟人互動的那種感覺吧 就也算是 因為畢竟你想要當英文老師 然後美國也算是 就是畢童你一個這樣子 就是直接是美語的環境這樣子 對 對我覺得 那你覺得這樣子 你來了之後 你覺得環境有蠻重要的嗎 嗯 蠻重要的 我也覺得蠻重要的 我覺得不可否認 環境真的蠻重要的 對啊 就是 全部捨東西都變成英文 連去買東西 買菜 就是全部都是英文 就是 對 對 我覺得是 我覺得 來美國不管 應該不是就是 學校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學習的環境 所以 你覺得 就是24小時都在學英文就對了 而且是強迫 強迫性學習這樣子 那 那你這樣子 你大學念的就是 然後你跟這邊念的是一樣嗎 大學我有算主修 是英文跟哲學 然後 因為想逃避哲學 所以來 研究所就選擇英文 但沒想到我們英文 全部都在讀哲學學 就是paper 所以就 結果還是逃不逃避 還是逃不逃避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英文研究所 就算是比較哲學的方式 就是 文學啦 文學 理論 理論的東西就一定會碰到哲學家的東西 所以 而且 我們讀的那些paper 對我來的真的都是 有難度 就可能是 巨阿姨那種文章的程度 對啊 或者是比那個巨阿姨更難 因為巨阿姨就是一個小小的段落 有結出來的嘛 但是我們讀的就是可能二十頁三十頁這樣子 對 然後可能 一個禮拜 要讀個什麼三四篇這樣子 所以就是 壓力是蠻大的 嗯 那 那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你們 英文所都在學什麼東西嗎 比如說你們有課程 然後 比如說 考試協士啊 上課課程 我們 我們 基本上我們 這個系 沒有什麼考試 就是 教paper就對了 因為文學 你要怎麼考 就是 也不可能教你把整個故事背起來 然後 寫個paper 在 因為 寫paper是需要時間 需要精力去想的 去organize你的 thought 所以 我們 系上的考試就只有一個 就是最後的 論文 oral exam 這樣就結束了 沒有什麼考試 就是教 教paper這樣 然後 所以修課 然後最後的考試 對 但是每個禮拜 可能要就是在 我們有一個 像是論 campus 嗯 就是網路學習的平台 對對對 然後你要 分享給同班同學 一個 比如說 500個字的心得 對於 嗯 這個禮拜的 不管是小說啊 然後 故事啊 還是 你有什麼想法 你讀的 你可以寫的 reformation 500字 500字 每個學 嗯 每堂課 老師的規定不一樣 但是都在同小 這樣 哦 然後都是 就在線上完成 對 因為 從第二個學期開始 我們就不去學校上課了 在家裡 所以 欸 是因為你第二個學期有疫情 對對對 欸 對 對 我記得你來第一個學期的時候 還是正常 對對對 然後 但是第一個學期也是差不多啦 只是就是 寄給老師這樣 但是從第二個學期開始 就是跟全班一起分享 哦 OK 所以 所以其實課業的方式 就是 就是有著重跟老闆的交流以外 然後還有更通常 對對對 但是 嗯 我覺得研究所最重要的就是 他不是 像我們在台灣 老師在前面 然後同學坐在後面 這樣子上課 我們是 大家圍成一個圈 然後 有些老師就會規定說 你每一堂課 你都要選一個paragraph 不管是從 嗯 paper 還是從文本出來的 你就選一個paragraph 然後 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paragraph 非常重要 然後 你的想法 然後 或者是他可以延伸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paper之類的 對啊 就是要講 就是 大家圍一個圈 然後 你一定要發表 每堂課一定要發表 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要contribute 嗯 哦 了解 天啊 那個背景音到底會不會影響我們多少 你不清楚 那你覺得 你覺得台灣啊 就是 在 像你在大學的時候念的英文 然後 就是 學習的方式 然後和 美國你覺得有什麼很大的差異嗎 研究所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台灣也是跟同學和老師這樣子 對啊 可是 譬如說 我在 我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 我們 英文系也是在讀文學的東西 嗯 比如說 一個短篇小說 好了 在大學老師就會說 今天讀 前面的三分之一 啊 下次來學校 我們大家一起 嗯 下次來學校 老師會跟你分享 他的想法 他就一直講一講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做一切啊 老師講的就是 就 可是 研究所是 這篇小說你要讀完 然後 嗯 在 可能再多了三四篇的paper 在 跟這篇小說有關係的 然後 全部都要讀完 讀完之後 你要 告訴你同學 我們每一個人 現在都是schotter 不是就是聽老師講而已 是大家都有 自己的想法 對 然後 就老師不是這麼重要 在研究所老師一點都不重要 是同學 想出來的東西才重要 教授只是在那邊輔助 而且 你會看到教授都在 就是 喝咖啡啊 跟你們講話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覺得 來研究所最大的不同就是 比例啦 就是 那這樣子你們老師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就是 負責改你們的 就是你現在在講 就是我在講 然後你們問我 就是主持人在講 問你問題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可能 他們會 他會需要就是 修正 你們的什麼文法 還是什麼 沒有喔 我們 已經沒有什麼文法 就是 就像 國文課老師也不會 修正文法 修正文法 現在就是 已經不是在學習這個語言 是已經在用它了 所以 喔 你可以舉個例子嗎 舉個例子 就是老師不會 不會 correct你的 grammar 然後也不會 correct你的 vocabulary 他就 順利 喔 你就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來討論 討論某個議題 對 然後我們就是 針對這議題討論 但是我們是 今天是已經把英語 用到這個議題上面 這樣子 然後來做那個議題的討論 所以其實是 針對 因為某個東西 而不是針對你 或者人生的這樣子 嗯 喔 嗯 蠻有趣的 那 嗯 對啊 我覺得 其實我也覺得說 就是 臺妹 就是應該會 明顯這些差異 嗯 因為 我大學的時候 大部分同學 都是台灣人 然後老師就會 特別覺得 老師也是台灣人 可是 他們就會 比較 有些時候 比較像是 在教你英文這樣子 但是在 美國就是不行 美國就是 他 完全不會糾正的英文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 嗯 老師其實很在乎你的想法 就是 不管你有 因為文學沒有 很多時候沒有對或錯嘛 所以不管你講什麼 老師都會贊成 有時候你覺得這個 鏡子在這個故事裡面 是 一個什麼 一個 metaphor 你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覺得為什麼 老師不會說 你對我錯 大家就可能會 我覺得 我覺得很棒 然後就延伸到別的地方去 不會說 我覺得這不是 我覺得這 沒有對錯啦 這樣子 對 我覺得好像 感覺比較是這種形式 這樣子 好像也不一定說研究所 我覺得國外的 就是美國的 課堂上的學習 比較像這種方式 對 聆聽每個人的面見這樣子 那你 你知道就是 像你出國 你知道你 大學同學 他們 後來有去 去哪裡發展 比如說你像 你之前有雙組修哲學 和英文 他們有人跟你一樣出國嗎 我沒有 遇到幾個 跟我一樣出國的 我覺得大部分都留在台灣 然後就開始工作這樣子 對啊 有些人回家工作 有些人在外面工作 然後我看到有 考生律師 只知道有去當律師 然後 對啊 大家都走不一樣的路 對對對 所以他們也不一定 對啊 這樣聽你這樣講起來 也不一定可能 後續是走英文的 相關路線 這樣子 或者是哲學 也不一定走哲學相關路線 對啊 其實就是 看 因為 英文系可能就是大家就覺得會當英文老師嘛 不然就是去教書 可是 對 要看同學他們自己的興趣 嗯 對啊 那像剛剛就是講到來美國 那你為什麼當初會想說要選你 沒有挖起啊 因為我覺得沒有挖起 其實台灣人很少人知道 沒有挖起 因為我有認識的一個美國家庭 他們住在那個Green Bay 然後離我們挖起其實算很近的 那 就為了讓我爸媽放行 所以就來了挖起這樣子 哦 因為至少有人可以幫忙 但是其實 我來之後也沒有跟那你家庭 有太多的聯絡這樣子 所以 其實不管去美國哪裡 我覺得 都可以啦 不一定屬 一定要選你 人家庭 真的嗎 欸 我記得你剛來的時候 你們算比較 比較有互動 然後可能疫情後就比較少 對對對 就可能有時候LINE一下這樣 哦 嗯 嗯 了解 我覺得Miyawati也很好啦 我覺得其實 美國每個地方都還不錯 對 只是冬天很 很冷而已 哈哈 你覺得你有適應 冬天冷 就來了幾年之後 嗯 我也才來兩年 嗯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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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想 冬天特別想台灣 對 OK 但是我覺得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說 你對熱的抵抗力有慢慢下降 就是沒有耐熱 相比在台灣的時候 像最近這樣你覺得熱的話 我覺得很熱 我也覺得很熱 最近明明才 現在我回去台灣會不會完蛋 就是二十四小時要開冷氣 電背背 抱 北極熊 哭哭 真的 好 可以 那你覺得你當初就是 嗯 來念的時候 然後和現在畢業的時候 你覺得 你覺得 就規劃有差不多 即便說現在有發生一期這樣子 嗯 我覺得規劃都 就照著我想要走的 就是 其實我來美國讀書也是因為 我以後想要回台灣 就教成人美語這樣 嗯 就是教進階美語啦 嗯 然後 我現在就是 在等台 回家 回家嘛 然後 隔離完我就要去找工作 嗯 欸 你說成人美語 那你其實 你們Program你有提供這樣的機會嗎 就可能讓你可以跟一些 喔 非 非英語的人接觸 這樣 沒有欸 可是 我們Program 其實不是我們Program而已 整個UWM 學校 不管你是從哪個系來的 他們 我們有一個Writing Center 嗯 那你如果想要精進的英文的話 嗯 就可以去那個Writing Center 然後 就像是那個 家教啦 然後他可以幫助你任何在 功課上 尤其是免費對不對 其實不算免費 他就是 加在你的那裡 啊對啦 所以就是你付錢 可是那個 那個 那個Service Service是你就可以使用 這樣子 喔 所以你自己有用過嗎 有啊 我常去啊 就是 我在台灣的時候 最討厭教授 還是老師 改我的那個 Worksited 你知道就是Bibliography 他們覺得一個鬥點 或者是一個 那個 嗯 鬥點 或者是句號不對 或者是這個 怎麼沒有寫體 嗯嗯 我就是 超討厭改這個 然後老師也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老師如果 只有挑我的 Worksited 沒有看我的 內容寫什麼 我就會超生氣的 但是來這裡的話 沒有任何一個教授 改我的Worksited 沒有 他們就 OK了 但是因為最後 我有一個 論文要submit 給 就正式的論文 所以 需要改 然後我就去找 那個 Writing Center 嗯 然後因為現在是 大家都在家裡嘛 所以我就線上 就線上約 然後他幫我改 我就覺得 真的是超棒的 就有人幫你啊 那他 那像線上的模式 他怎麼樣子 就是取代 面對面的手感 他是分享的螢幕給你 還是什麼 沒有 我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Word可以有 那個分享的 就是加他的 E-mail 然後他就可以收到 那個 Word 你說Microsoft Word 然後他 你如果 就邀請別人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那份文件 對的 然後他可以改 他可以改 然後你再safe 然後 然後他就用那個 追蹤修訂的那個功能 然後改了 追蹤修訂 沒有啊 那就像一個白板 我們兩個都可以用 嗯 然後 他幫你改完之後 你就存檔 然後就把那個 記給叫上就好了 哦 沒有啦 就之後 好冷靜看一下 欸這樣聽起來蠻方便 欸我不知道有這個 就是可以邀請別人 然後一起看同一個 在那個什麼 右上角有一個分享 然後你按下去 嗯 就有那個連結 你可以 不是連結啊 你就可以把別人的E-mail 加進去 然後他的E-mail 就會收到 這個Document Document 然後就是等於說 提供他這個 Access這樣子 對勒 然後 我們現在上課的時候 譬如說 有一組要報告 那這樣他就會把這個Document 分享給全班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上去改 我覺得這邊要什麼 這邊要什麼 這邊要什麼 嗯 譬如說他會寫五個問題 對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去 他們想要的那個 他們的想法 在那個問題下面 就每個人都可以改那份文件 OK 很方便 OK 就有點像雲端 雲端那種文件這樣子 那像你在這邊念了 念了學位差不多 你說差不多兩年吧 對 你覺得你覺得你推薦你 就是 學弟妹來美國念研究所嗎 我超級推薦的 超級推薦的 就是覺得 嗯 來 不僅是學業上的 嗯 成長 還有你生活上 你可以從一個生活白癡 因為你獨立要做很多事情 對啊 對啊 我覺得確實是這樣 你覺得你在這邊念書 你最喜歡的 跟台灣比起來 你覺得在美國念書 最喜歡幾件事是什麼 你有覺得特別喜歡的事情嗎 比如說生活啊 還是學校裡面的 對啊 就是沒有辦法管啊 你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 嗯 自己學習 煮 一些 你以前可能 從來沒有想過 嗯 自己煮的東西 比如說我很想吃 什麼 水煎包啊 對我們剛才吃他的水煎包 自己做 自有水煎包 不然就是 對啊 然後會 所以 我覺得會學習到一些 你在台灣 覺得 就是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他其實 有更多讓你去看 對不對 比如說 我竟然知道那個 花生粉裡面 竟然是 有加麵粉 它才可以炒的 喔 像那個 就是花生粉裡面 竟然有麵粉耶 我 我來美國才知道 太神奇了 我也是今天 剛剛 現在聽你講才知道 因為 因為那個花生呢 它會 出油 你知道它 打碎的時候它會出油 所以你就要 加麵粉進去 把它油 吸死掉 OK 對啦 就是類似這種 生活的小事情 嗯 對我覺得 我覺得來美國 確實是 大家都說 那什麼回去 然後廚藝會 是正確的 因為 因為你不煮 就沒有人幫你煮了 真的 然後你就 你也不會想餓肚子 所以就算你煮了再來吃 你也會慢慢的 對啊 至少你會煮的 可以吃這樣子 然後可以填放自己肚子 等等 然後 來美國 就是 會 我覺得會增進你 跟家人的感情 因為 就是 雖然是看不到啦 可是你可以打電話回家 然後 爸媽就會特別 就 會比你想 想的 對你講話的態度 更好這樣子 齁 這個 這個 我同意 我覺得好像 來美國之後 反而 也許 跟一些台灣的朋友 可能變得比較熱烏 然後 大家 可能也會 失去一些 也許 有人結婚啊 還是什麼 然後就是 真的沒有機會參與到這樣 然後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 這種感覺 你有覺得 來美國之後 比較關心台灣的新聞嗎 有 真的 真的有 那 你覺得 你現在念完 念完碩士之後 你會覺得 如果要給你當初的自己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當初的自己 兩人一起的自己 或者說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就是不要 不要 買 就是 要多陪陪家人 那一種 多陪陪家人 你是說在台灣的時候嗎 還是 對 就是如果你有打算 要來美國的話 真的是要多陪陪家人 因為 我阿嬤上個月過世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比較後悔的是 就是 我當初在準備托福啊 GRE那些 雖然是我們住在一起 可是我都 自己 躲在房間 都沒有 去 就是陪陪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很大 好 我相信你 你阿嬤也可以理解 你在那邊 我那時候也是啊 我 19年吧 我爺爺也是過世這樣 然後 因為 我們留學生就也沒有 也沒有長假 所以可以回 說回就回這樣子 對 所以 有時候也是 對啊 也是破於無奈啊 但是 對 不過我知道 比如說像長輩 他們也是 會希望說 那個 認真於你的學業 什麼 這樣 對啊 所以你覺得 這個 這個算是 你覺得 當初給自己的建議 那你覺得還有其他的嗎 還是你覺得這個 最重要 當然 那我覺得裴佳琳很重要 其他 給自己的建議 比如說那個 你當初有什麼煩惱嗎 然後其實你後來覺得說 其實不是 不是一個煩惱的事情 有一個老師 跟我說 托福啊 考 考不到一百分 就廢物 然後 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真的花了很 很多時間 讀托福這樣子 我總共考了七次 不過 我有四次是考九十幾分 這樣子 因為我就很想要考一百分 那最後是考到剛好一百 但是我覺得 再各位一次 我第一次考到九十幾分 我就會 直接用 因為我們學校的那個 托福的門檻是 七十八分 八十幾分 好像八十幾分 我記得 對 然後我覺得 我就一直在覺得說 其實當初 我應該是 用九十幾分的那個成績 來申請 也是會上的 不一定要考到一百分 對啊 對 我覺得真的托福 然後 我 其實 當初選UWM 我知道不是 大家眼中的好學校 就比如說 不像是紐約大學 就不是很有名的學校 對 可是 我的教授們 全部都是從很有名的教授 很有名的學校畢業的 比如說 我的指導教授 就是從 Cornell 畢業的 嗯 我覺得不管去哪裡 只要 你想學習都可以 真的 我覺得 所以 就算我是UWMV 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沒有覺得這間學校特別好 可是我現在覺得超好 因為 我讀文學嘛 所以不管去哪裡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是 就是 會有好文學的地方 會有很好的 Scholar 的地方 所以 對啊 我覺得其實 其實美國很多好學校 只是在台灣 可能 也許我們知道就是 什麼長春藤明校啊 類似這樣的學校 但是其實 美國的地方的公立大學 就是地方 那種州立大學都非常好 我覺得是 然後如果你想要來 一個好的學校 然後 沒有很多大陸人 不會聽到很多中文的地方 我就會來 UWMV 好 我們線上 只有我一個華人 就是其他的 你其他同學都哪個國人啊 美國人居多 因為英文系 所以其實 國際生沒有很喜歡讀英文系 所以 如果你們來 是想要真的學習英文的話 我建議可以來 如果你也喜歡文學的話 欸我還蠻訝異 就是美國人 然後他們念念 我們念到研究所 是為了什麼 要工作 他們可能有些就是 想要當教授啊 哦 OK 然後 因為他們 我同學通常都是有拿那個獎學金的嘛 所以 也不用錢啊 就是來 來讀書可以 有一份工作 然後又 欸那你知道你們 就是你的同學啊 這邊的同學 畢業都去哪裡 我有很多同學 現在還在讀博士班 然後有些同學 這邊 結束之後 就是申請到更好的 博士班的學校 嗯 所以 應該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想要來美國 然後你的成績不是說特別的好 你可以先來我們這種學校 然後單做一跳吧 因為來這邊你可以 你可以認識 你可以增進你的英文 然後 嗯 你可以拿到更好的可見性 因為這邊的教授都可以幫你寫可見性 嗯 然後 然後 就是 增進你所有不足的一切這樣子 還有人脈我覺得蠻重要的 對 然後 之後你想要去更好的研究所也可以 嗯 更好的博士班 如果你的 那這樣說起來好像你的同學蠻多都想要當教授 他們都念博士吧 對啊 對啊 哦 那你 其實 我覺得我們文學系 嗯 不是 不是說 以後想要單純 但是他們真的很喜歡墨文學 哦對 嗯 嗯 就像你那個同學嘛 那個 G.M. 他就想要特別某個時期的文學這樣 對 他是讀那個 19世紀 英國文學 英國文學 嗯 比如說 也許大家在準備上有什麼意思啊 然後 或者是 你覺得 也許你過男人 然後 就是那個東西其實 其實不用看 就是不用鑽牛角尖 因為 看他就好 就是 對啊 就是 你覺得 嗯 托福吧對不對 你覺得托福應該 對 然後 然後 學 嗯 看 看他們說他來大學 還是念文教所 想要他來念文教所 念 研究所 然後 然後念英文系 嗯 我覺得沒有幾個人 都想要來美國 念英文系 可是 如果來的話 嗯 我覺得就是 有鼓勵就好 嗯 嗯 我忘記你的問題 就是說 嗯 有沒有任何 就是 他們準備上 你可以跟他們進行 這樣子 都可以隨便 準備上 對 或是說來 當純來美國求學 我知道 我知道有一個問題 有一件事情 我非常的厚 就是我沒有申請那個 TA 喔TA 我覺得 我單純就是 覺得我 自己的英文 沒有特別的好 不敢來教美國人 反正我覺得 是非常錯誤的 嗯 因為如果你有 申請TA的話 你就不用繳學費 而且還會有 10大股 嗯 所以 然後我來美國 才發現其實我的英文 沒有這麼爛欸 因為 就是可以跟同學溝通 然後 他們知道你在講什麼 然後 我看其他的 那個 國際生他們也是有 有在教 單地的美國人 所以 其實根本就不用 沒有自信 嗯 如果 你的 托福 我覺得有 90分以上 的話 我覺得 應該就有 程度可以教美國人 嗯 然後 就邊 邊做邊學吧 如果你 不會的話 同學也可以幫你 或者是我剛才說的 那個 writing center的人 他們其實不只是 嗯 教協助 如果你口說上 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問他們 嗯 然後 或者是需要特別的幫助 也可以問他們 所以 來 車間學校 真的有很多人 願意幫你這樣子 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嗯 T 一定要申請TDA 就是不要覺得 你自己不學費教 我就是這樣 我現在覺得非常的厚 而且那個學生保險也不一樣 就是 拿到TDA的學生保險 醫療保險會比較好 嗯 比如說你牙齒痛的 可以就直接去那邊 去 那個 牙醫 但是如果你是學生保險 牙醫 不包括在裡面 嗯 對對對 對我覺得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不要 低估自己 然後就是 你就先申請 如果有申請上 就代表說他們認為你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對 而且我 我有一個那個 文學老師 他是我們的那個 入學委員其中指引 然後 有一天 我就修了他的課 然後他竟然 他竟然記得我 錄學 教的那個 paper 是在寫什麼 哦 哇 我就覺得 哇 他真的很認真在看 對啊 他記得我 就代表說我有 我寫的東西跟人家不一樣 他只會記得我 所以就是 我覺得我比我自己一剛開始認為的 然後還要再好一點 嗯 對 而且我覺得美國老師還蠻棒的 對對對 嗯 就重點就是要自己提出那個 需求 那 好我們就來到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問題是想要問Joy說 你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求職計畫 就是回家 求職計畫 我想要自己開一間那個 就是因為我托福不是考了很多次了嗎 所以 我想要自己 了解考生的心態 對 沒錯 我想要就是 以後回台灣我想要 嗯 專注教聚阿姨跟托福 然後我想要 一開始應該是 我會先求職吧 然後等我有能力 我想要自己就是 創一間 嗯 這種 嗯 呼吸班 嗯 可是對啊 就是幫助 或者是 我想要幫 嗯 幫助 想要來留學的同學 解決一些英文的問題 對對對 嗯 所以有看到影片裡 就是有看到這個 有聽到這個podcast的人 請在下面留言 有這個問題要問Joy的話 這個 這個搞不好 前面前面有留言的人 可能之後 Joy自己開補習班的時候會打折 哈哈哈哈 好 所以 對這就是這個 我們跟Joy這次的訪談 好 我們謝謝Joy 耶 祝他畢業快樂 會開秋之順利 謝謝喔 不客人 ��릴